林安心转眼已经走上了舞台 主持人把话筒递给了她 面对下面的上百双眼睛 林安心还是很冷静的 她接过话筒 就按照自己想好的说 先是感谢了主办方 给了她为慈善做贡献的机会 然后带着笑说 自己有这个觉悟 全靠思辰平时的言传身教 反正啊 她整体的发言 全部都带着私事国际 只差没说 这个钱就是私事国际出的了 她好歹是一个公众人物 在镜头之下 毫不怯场 说话又幽默风趣 并没有发表长篇大论 几分钟感谢完了 要感谢的人之后 表达完自己想要暗示的意思 就爽快地 把话筒还给了主持人 下去了 慈善晚宴分着三部分 一个是走红毯 一个是节目表演 和公布捐款的数额 最后就是大家一起吃一个饭 今天的前两个部分都走完了 林安心下来之后 只剩下最后这个吃饭了 四周全部都是媒体的摄像头 有谁能够真的吃下去呢 林安心随便地吃了几口 就放下了筷子 其他人也差不多都是同样的情况 随便意思意思 和同桌的人寒暄聊了一会儿 坐过一个小时 纷纷开始离场了 苏一九因为是主办方 所以最后走的 她把大部分的人 邹送走之后 才忧心忡忡地回到了大厅 走向聊着正要说 要去补一个夜宵的 四辰和林安心 陈儿 今天晚上的那一个亿 是你安排的吗 林安心这才反应过来 妈 那笔钱不是你安排的吗 苏一九摇了摇头 不是 我给你准备了四百万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最后会变成 你捐了一个亿呢 苏一九有一些头疼了 如果不是司辰给的 我得马上让人查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万一是有些人 故意设计 安心就 安心就麻烦了 毕竟林安心 当时已经上台讲了话 外面的媒体都知道了 林安心捐了这么多钱 如果后面这笔钱 出了问题了 那之前有多少的赞誉 后面就会有多少的流言蜚语 他当时想过 让林安心先不要上去 可是当时的情况 他和林安心 都是骑虎难下 不能不上 司辰 那笔钱 苏一就很不放心 又追问司辰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司辰电话也打完了 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 那笔钱 那笔钱没问题 不用担心 那一笔钱果然就跟他想的一样 那笔钱不是你安排的 那是谁安排的 你弄清楚了没有啊 你可别在这件事情上敷衍 不然以后 对安心的影响太大了 苏一九到现在 最担心的就是林安心 可见 他对林安心的关心 也不是假的 他是真的把林安心 当成了自己人 放在了心上的 司辰伸出手 摁住他的肩膀 微微一笑 你就放心吧 那一笔钱 是绝对安全的 妈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什么事 司辰看了林安心一眼 说道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吃东西 今天晚上 你们都没有怎么吃饭 走吧 我们一边吃东西 一边跟你说 苏一九皱了一下眉头 他不是一个性格急躁的人 尽管是很想知道 他想要说什么 但是看了看 还饿着肚子的林安心 点了点头 嗯 去楼上的西餐厅吧 司辰笑着摇了摇头 不 我找好了一个餐厅 妈 我们去那个餐厅吃 和这里 也隔得不太远 司辰说的餐厅 是在市中心 是W国顶级的餐厅之一 一进去 服务生就恭敬地 询问他们一行人 你好 请问是司先生吗 嗯 服务生马上在前面领路道 请跟我来 总裁已经在包厢里 等你们了 苏一九听的是云里雾里 宁起眉问他 陈儿 你不是说 我们一家三口 吃个夜宵吗 怎么还安排了应酬啊 今天安心和我 都已经够累的了 你要安排应酬 至少应该提前 跟我们说一下 换个时间 妈 不是应酬 我是想要让你 见一个人 苏一九更加地 不明白了 谁呀 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司辰藏着话 微微一笑地 推着他往前走 等到你见到了 就知道了 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我只有让你们 先见了面 当面聊一聊 服务生领着他们 走到了一个包厢的外面 轻声地说 司先生到了 我们总裁就在里面呢 辛苦了 没有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服务生摁下了 墙边的门铃 包厢的门 瞬间就拉开了 这个包厢 比苏一九 最开始想得还要大 三百六十度 环绕式的玻璃 可以全方位地 看到W市的夜景 他来这里吃过几次饭 却还是第一次知道 餐厅还有这么一个 这么气派的包间呢 他越发地搞不清楚 司辰的葫芦里 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了 他跟着司辰走进去 却是见到一个 保养得宜 气势不凡的男人 在服务生的簇拥之下 走向了他 泰然地朝着他伸出了手 苏女士 你好 文明不如见面 苏女士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年轻干脸 怪不得能够培养出 司辰这么好的儿子 苏一九看了看 眼前的人 再往司辰那边看了看 最终伸出了手 跟眼前看起来 就不是一般的男人 握了一下手 你是 西泽天松开手 从容亲和地道 哦 是我不对 我都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是安心的爸爸 我姓西泽 单字 一个天 西泽天 苏一九就算是 不认识西泽家的人 至少也是听说过这个家族的 也知道西泽天在西泽家里 是除了家主之外的第二号人物 不仅全是同天 人脉背景 也是属于非常强势的存在 西泽天 是安心的爸爸 这什么跟什么呀 苏一九的脑子被弄得懵了 都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惊讶的表情 你 你是 安心的爸爸 安心的爸爸不是 不是说 林安心的亲生母亲是个混混吗 因为西渡 自己都不清楚 谁才是林安心的亲生父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不成就跟电视上演得离奇的情节一样 西泽天来W国 恰巧遇到了安心的妈妈 然后发生了意外 两个人有了孩子 可是眼前的男人 不像是那种 会和混混发生意外的人呢 这 他实在是联想不到 林安心和西泽家族的关联 这也太扯了 感觉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月亮 怎么也扯不到一块去 安心是我的女儿 千真万确的女儿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啊 苏女士 方便的话 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我也一直想要跟你见个面 好好地聊一聊他们的婚事 司晨也在旁边帮着西泽天说话 妈 今天晚上的那一个意 就是西泽叔叔出的 西泽叔叔 确实就是安心的亲生父亲 没有人家 优优独播